兩千零九年香港東亞運 當時高三的許佳麟 在跆拳道男子五十四公斤級 為中華隊踢下第一面金牌 經過四年磨練 新秀已成老鳥 又在上週落幕的市井賽 踢下銀牌 時事才回國 立即回到國家訓練中心報道 為爭取天津東亞運國手資格準備 而一直以來臺灣年輕選手得出國 才能增加國際經驗 明年不必如此就能辦到 因為台協爭取到二零一四 世界青少年 跆拳錦標賽主辦權 將有超過一百個國家選手參加 打敗日本和韌市等國 台協首度主辦世界級的正式錦標賽 無非是要把握這次機會 展現最大誠意 以利未來爭取等級更高的市井賽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